继碧桂原时控人杨慧言 向自家基金会捐赠价值64亿港元的股权后 近日 恒大老板许家印又被曝可能已经离婚 所有这些行为都指向一点 隔离风险 保存有生力量 对于许家印离婚的猜测 源于中国恒大于8月14日晚间公布的公告 在公告中 丁玉梅被称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 而之前 他都被列为许家印的配偶 事实上 如果许家印和丁玉梅没有离婚 丁玉梅确实不可能独立于许家印 成为第三方 当然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可靠消息 证实许家印确实已经离婚 而且 即便离婚 在婚内产生的共同债务 依然需要共同偿还 离婚并不能让丁玉梅完全隔离出许家印的天价债务 但是 一旦离婚 确实有利于采取一些转移资产的行动 随着地产商集中爆雷 地产老板们已纷纷跳船 不久前 碧桂园董事会主席杨慧言宣布 将名下持有的6.75亿股 当时价值64亿港元的碧桂园服务股权 捐赠给其家族控制的国强公益基金会 随后 碧桂园就被爆出债务违约 并公布了高达450亿元的巨额亏损 这笔神操作 也被市场视为典型的资产转移 因为慈善基金不允许被清算 而且 家族基金会本身完全在自己掌控下 在西方一直都是富豪必税 保证财产传承的重要手段 但是 对于恒大 碧桂园来说 背后都是滔天洪水 大量未交付的房子 银行和供应商的欠款 工人的欠薪 这时候要躺平 要提筒跑路 都是不现实的 许家印 杨慧言们可以尽量自保 但前提是 先努力收拾好自己的烂摊子吧 否则 等着他们的只会是铁拳